我們今天聊的是疫情帶來了 全球政治金融經濟的傷害 那月中照羅傑斯的說法 他說他一生從來沒有言過 這麼遇過 看過這麼糟糕的熊市 其實他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也是這麼說的 那在金融海嘯前 這位這個老先生 真的是那時候很紅 因為當時大陸有一箱 當時有一波原物料 長得非常的凶 那基本上就跟他有關係 所以他叫做商品大王 所以他最近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真的是把現在的情況說的 非常非常糟糕 除了大家看到這些人命的問題之外 他認為接下來經濟的損失 債務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是升息壓力 他想說怎麼會有升息壓力 因為他想這一波是大家都降 降息降到底 可是經濟變壞了 很多搶物資搶到東西上漲了 那上漲我們過去的概念 就是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你要升息 問題你現在升得動嗎 升不動 所以我們在經濟學上 就叫所謂的停滯性膨脹 所以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大家看到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美股 雖然最近美股有一波反彈 大家可以看到圖形 美股的主要四個指數當中 最近都有反彈 可是這一波到現在為止 基本上美股跌幅都還是在二十幾趴的情況之下 我想這問題真的還是很大 所以你看到聯合國秘書長也出來講了 他是第二次這一次疫情是二字大戰以後最大的挑戰 而且影響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外商直接投資 我根本都不敢到其他國家去 所以已經會減少百分之四十了 再來他認為全世界會失業兩千五百萬 那全世界兩千五百萬太少了 因為你看光美國自己 美國而且是你看是攝入意的聯邦儲備銀行 就等於美國的央行之一 他本來的總裁自己說會三十趴 結果他的經濟學者出來說太少了 他們認為會到三十二趴多的失業率 這個失業人數是高達四千七百萬 那其中兩個族群會失業最嚴重 一個當然就是零售業 這個部分就有六千多萬人是從業 從事從業人員 那他會第一個受影響 第二個就是高接觸者 譬如說美容 美髮 空服員 這些也是第二波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些人加起來哇 四千七百萬 已經超過美國三零年代的大恐慌 那時候的失業率也不過才二十四點九趴 那這一次有可能會超過 好 所以大家看到高盛就出來估了 美國第二季的GDP 大家可別看到下神是三十四趴 不是三點四 衰退三十四趴 衰退三十四趴 不是三點四 是目前看到最可怕的數字 而且他估計光第二季的失業率就要先飆到十五趴 這麼多 那所以說這整個問題都在告訴 我們說真的問題越來越大 那在JP Morgan 摩根大同也出來估了 美國的中小企業 他也研究八十萬家中小企業 這個貝斯很大 然後他去統計 以中位數來說 他們目前手頭上的現金只有二十七天的存量 好 那如果再進一步區分 低於二十五趴的 低於十三天的有二十五趴 那高於六十一天 就是我手頭錢比較多的也是二十五趴 那一半的公司 大概就就以十三天到六十一天 好 所以最多就是撐兩個月左右 對 最多了不起兩個月 所以老美這一次 如果白宮沒有紓困的話 很多公司撐兩個月就掛掉 沒錯 他這個前提就是說 如果沒有紓困的前提是這個結果 那如果以產業來說 最慘的餐飲業十三天就掛掉了 餐飲業的現金平均只有十三天 對 因為他們每天都收現金 所以他們倉庫裡不會壓很多現金 對 沒有錯 所以他只能撐十三天 那最長的是不動產 也不過就四十七天 一個半月而已 所以說你就看到 而且這些中小企業 如果都掛的話 不動產跟金融業一定掛 因為不動產需要靠這一些印鈔機幫他賺錢 是 這是一個連鎖反應 那我們再看到中國的情況 那工業互聯網 就紅海集團 他們昨天公布他們最去年度的 這個財報 大家聽清楚是去年度 而且去年度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現在的問題 好 那整體看起來呢 坦白說以差強人意 還可以這麼解釋 那譬如說營收的部分是衰退百分之一點六 那最後的盡力是年增一點五趴 這我要特別講一下 這跟國內的媒體的數字不一樣 國內媒體都說他去年獲利成長十趴 那我為什麼這邊只有一點五六 是因為差一個數字叫做 是不是經常性的收入 國內的十趴是把非經常性收入加進去 但是我這邊你看到 我這邊這個叫扣非後進利潤 這是中國他們的專有名詞 就是指非經常性 因為大家知道非經常性 可能我變賣一個什麼資產 就有這個收入 這本來就不能算在裡面 所以這個扣掉之後的獲利 其實只有一點五六趴 那盈餘 美股盈餘是稍微有多一點 但是注意到毛利率創立時薪低 這是個大問題 而且他還能夠賺錢 很大一個因素是 他去年裁員四點二萬人 大概是等於百分之十七的員工 他去年砍了百分之十四點二萬人 所以你看整個能夠還夠賺錢 那他今年要砍多少 還有一個指標 因為他這家公司主打 他就是要做工業機器人 結果他的工業機器人 去年已經減少了百分之四十 四十五點多的這個銷售 這其實就很大的指標 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 那再來油價也是個大問題 大家看到這波油價跌得很低 大家想說二十塊錢夠低了 no 現在一個更大的問題出來了 什麼事情 沙烏地阿拉伯偷偷在做一件事情 以前歐洲市場的主要供應者是 是俄羅斯 可是現在沙烏地阿拉伯透過埃及 偷偷把油賣到歐洲去 而且用一桶十塊美金 超低價 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張有這個圖形 要出人命 大家可以看到在左邊的這個圖形 基本上就是 沙烏地阿拉伯透過那個埃及的就有 你看裡面有兩條線 你看橘紅色這條虛線 是他運到埃及去的油 有沒有看到最右邊是整個都衝上去了 那藍色就是直接從埃及再運到歐洲去的 因為埃及本身不是產油國 那顯然這些油都是來自於沙烏地阿拉伯的嘛 所以對應到右邊的圖是俄羅斯原本賣到歐洲的油 有沒有看到正好最右邊整個掉下來了 這件事情就大囉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撐不下去了 現在有人願意跟我買 我便宜買 我也要便宜買 我要賣掉嘛 所以你今天去踩到俄羅斯的地盤 那俄羅斯接下來會怎麼做 而且俄羅斯今天 俄羅斯也跟你砍 對 俄羅斯今天最新 你敢砍到十塊我就來八塊 砍價都是這樣子 砍到誰掛 那最後誰先死 美國先死 來我們看到下一個 你看他現在油價現在抵到誰跑 現在有一個真的死亡案例 對 這真的死了 這已經是現在進行事了 葉延有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跟俄羅斯都是傳統的產油 就是挖一個洞下去靠地壓就 油就噴出來 所以他們成本很低 可是葉延有不是葉延有成本再怎麼低 都要三十幾塊美金以上 那現在二十塊當然已經死嘛 所以第一家 而且這間不小間 因為他光倒他負債二十幾億美金 已經算大間的囉 那這間申請破產 然後二十幾億美金 倒給銀行團 對所以美國銀行估計 至少有二十五趴到三十趴的 業員有公司要倒 對但是我跟 那個是估債油價二十塊 對如果向下修正到十塊 可能再倒二十趴 光二十塊錢就有可能全倒 因為他們基本上成本最低都三十幾塊 所以這是接下來大家注意的問題